好的婚姻付出和得到是一样的 想知道男人爱不爱你是不是一位好老公 结婚后要看他有没有把这五样东西交给你 1.好脾气 男人真正爱你肯定会把好脾气交给你 男人有了好脾气 女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而且能嫁给脾气好的男人当老公 是件很幸福的事 大多数情况下 脾气好的男人情商也相对较高 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在家不把自己的坏脾气留给你 再把好脾气交给你 这样说明他心里很在乎你的 2.把自己的真心交给你 当一个男人把自己的真心交给你 说明他是真的爱你到骨子里 这种真心爱你的男人也都会事事以你为重 理解你 这是你的所有想法 不管你做什么 他都为你照相 而在婚姻中 有很多人说两个人能否走到一起 首先要三观一致 其次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个人当然不否认这种观点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在这些条件的前提下 首先对方肯付出真心 没有真心什么共同兴趣 三观一致 闷当互对 都不会支撑太久 要知道能把真心交给你的男人 才是真爱 5.手机里的密码 手机是我们长鹰的通讯工具 有的人一天到晚手机不离手 爱你的男人也会把手机交给你 不会对你有太多防备 随便你去看他的微信 动态 相册甚至也会把密码告诉你 就算你拿手机清空购物车 他也没意见 反正他把手机交给你了 4.银行卡 男人的银行卡是代表物质的象征 一般情况下 结了婚的男人都会把银行卡 主动上交 但也有小部分男人拒绝上交 但凡能主动上交银行卡的男人 其实就是把家庭交给了女人 要知道 一个男人有多爱你 就会舍得在你世上花多少钱 他把钱全给你 也就等同于把物质给了你 而长院的婚姻又离不开物质的基础 所以 女人要嫁 还是要嫁给蛇的为你花钱 便给你银行卡的男人 相反 那些通常把钱看得太重 对女人抠门以小气的男人 往往婚姻过得很累很累 5.空闲的时间交给你 给了你钱 却不能给你时间的男人 当然有人在 能合理地规划这两者之间的男人 才算是真的好老公 为了男人平常上班是很累 可这并不是你推脱的理由 难道一年365天都忙到没时间 当你说出一句我会忙的时候 其实很伤女人心 我想即便是男人在工作的时候 也有休息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在手机上给女人发个微信 聊聊家事 谈谈想法 下班后帮她做一点家务 减少她的负担 放假后陪她逛逛街 放松她的心情 要明白 时间急急还是有的 婚姻中不同时间段 有不同需求 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对彼此有着足够的爱 当男人选择把这五样东西给了女人后 女人同样也会把这些东西给你 因为爱是相互的 男人给予的越多 得到的也会越多 至少是同等或者更大的回报 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两人爱的基础上